创造101淘汰选手开始返场,承销会是乐华代表,宇宙少女要合体。 中国内地的娱乐经纪公司相比港台起步较晚,相比手握大量高咖位歌手的港台娱乐公司,以及已经先一步抢占国内选秀歌手资源市场的天鱼和华裔等公司。 乐华娱乐的起点是比较不利的,但是在对韩瑜的合作交流方面,乐华娱乐却是走在了前面的,不仅旗下有韩庚和阿兰等待国外有发展经历的艺人,而且也有打造过Anik这样的在中韩两地发展的男团。 而如今,范诚诚、朱正廷、Justin、黄明浩、程骁、王一博、吴玄仪、孟美琪、碧文俊、王一仁等新生代的国产雪花们绝对可以带的乐华娱乐更多的关注和利益。 最重要的是,乐华娱乐和韩国规模最大的娱乐公司群体之一Lowen、李志恩的经济公司的合作联系密切。 并且和旗下Starship推出了中韩合作女团宇宙少女,而且还拥有Lowen女团Fista曹璐的在华经济。 如今可以说,有男团女团选秀的地方就有乐华娱乐的练习生,之前很多人都觉得乐华娱乐是只有星探在工作的经济公司, 尤其是在范澄澄、朱正廷、黄明浩、程潇、吴玄怡、孟美琪、王一仁等高人气国产雪花们在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这两档节目中被大家所熟知和喜欢了以后。 偶像练习生碰出了来自于乐华娱乐的承销,范澄澄、朱正廷、黄明浩、碧文俊等人,创造101这事让大家认识和喜欢了王一博、吴玄怡、孟美琪、偶像练习生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月了, 范澄澄澄、黄明浩、朱正廷所在的9%发展得越来越好,代言活动接到手软,而创造101也将要在这个周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创造101已经淘汰了的选手已经开始反场了,101个女孩与如今只剩下了22个, 其实已经淘汰了的选手也都有非常高的人气,并且都受到了很多女团创始人们的关注。 之前练习生们给家人们打电话的环节,吴轩怡选择给自己闺蜜,也就是同样是来自于宇宙少女的承销打电话。 承销当时就在电话里表明她会在节目录制的阶段到现场给吴轩怡和孟美琪加油。 最近网报,承销很有可能会在6月23号的总决赛现场作为一个观众,或者是作为乐华娱乐的代表,和乐华娱乐的杜华一起在看台上给吴轩怡和孟美琪加油。 其实相比吴轩怡和孟美琪来说,成交之前在韩国的人气已经很高了,可能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吴轩怡和孟美琪在创造101女团出道以后,机会和资源可能会超过承销,其实如今吴轩怡孟美琪的微博粉丝已经和承销差不多了。 其实作为宇宙少女里的乐华LINE,吴轩怡,孟美琪和承销合体的次数并不多, 因为创造101成员们封闭式的训练,承销和吴轩怡孟美琪应该很长时间不见了,可能在创造101女团成团以后,承销和吴轩怡孟美琪合体次数就变多了。 在女团成团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4号,创造101女团会和居静一、周杰琼、承销等人一起参加芒果台的毕业歌会。 话说回来,你们期待宇宙少女乐华LINE、吴轩怡孟美琪承销三个人,在创造101总决赛上的合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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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